主料,杏鲍菇一个,青辣椒一个,洋葱半个,辅量,油,盐,生抽,白砂糖,红辣椒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主料采量,杏鲍菇用手撕成丝,青椒,洋葱切丝备用,平底锅里放多点色拉油,先把洋葱炸香,接着放入杏鲍菇丝,炸出多余水分后,捞出,再放入油里, 附罩一次,捞出备用,并起油锅,爆香蒜片和红辣椒,先放入青椒丝煸炒,再放入炸过的杏鲍菇丝翻炒,加盐调味,加一点点糖,加适量生抽,翻炒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,杏鲍菇最好用手撕成丝哈,因为刀切的断面齐刷刷很光滑,而撕出来的断面不规则,粗糙,焦出不平, 这样在炒制或腌制过程,用菜术与调味汁的接触面积就会增大,更衣入味更容易挂直,自然也就更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